有时候痛苦 正是因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 你要辞职去读心理学 这次半战 遇到了一些患有脑机和心理障碍的孩子 他们很聪明 但是 没有办法跟外界沟通 我很好奇他们心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可是这跟你将来的职业规划 南辕北辙啊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 人生应该是自由创造 我想试试 为什么突然做这个决定 跟分手有关系吗 有关系 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爱情很重要 但人不能只有爱情 否则他就会反过来消耗你 那是为什么 不迫不利啊 分手也不是坏事 当然我认识了新的自己 建立了新的人生目标 我想尽可能多些学识 透省些眼界 去读研没问题 可是北京那么多酒吧 五二一一 你干嘛别去上海 你不是说我生活不能自理吗 这次就自理给你赶 我那就顺嘴一说 你一个人去那么远行吗 爸说了 盆有多大 数就长得多高 离开家才能长大吗 好好的工作也辞了 你万一以后找不到这么喜欢的工作怎么办 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 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那我希望以后还能再见 再一起工作 会的 我一定会努力争取的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那什么时候去 这款是咱家的鹅绒四季贝 真才想 那啥不贵的 去那再买 上海什么东西有 欢迎下次光临 谢谢 又买这么多淘汰式的 儿型千里牡丹幽 你就当陪妈 逛逛街 缓解焦虑 我在北京都工作两年了 上海又不是没去过 可以的 你再大也是我闺女 你五十厘家我也操心的呀 请你吃甜品 走 专制焦虑 还想他吗 多巴胺能持续分泌十八个月 你们才谈了几个月 正是那东西最旺盛的时候 你这会儿 就像戒烟的戒断症一样 痛苦是在所难免的 您怎么哪壶不开提那壶 有时候痛苦 正是因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 割舍 割舍 都下刀子了 能不疼吗 去念书是好事 选的专业也不错 妈妈支持你 哎呀 我还以为您又要觉得我任性 乱选专业呢 选什么专业不重要 重要的是找到自我疗愈的方式 比如说你爸 他要是不高兴了 就摆弄摆弄花草 你哥呢 打球 钓鱼 我要是碰上不开心的事 我去做饭 只要那油烟机一开 好像所有的烦恼都被他吸走了 你要是失恋就出去读书 我巴不得你多失恋几回呢 哎呀妈 没怎么诅咒亲闺女的啊 凡事都有原因 但不一定都有对错 不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你不说我也不问 我不盲目偏袋你 但我无条件支持你 吃你的